非常广泛,然后也喜欢平时读各种各样种类的书籍,就是和各位叔友一样,然后同时他也有写博客的习惯,是吧? 然后他博客的地址放在了那个我们的网页上面,大概有一些他的读书的笔记啊,他的旅行的笔记啊,还有一些你的个人的想法,还有一些吐槽。 好,然后今天的相关话题是说,身体的秘密,就是在你和不同的人交流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如果你不注意一些身体上,肢体上的语言,以及他的面部表情,可能你会错过很多信息,可能你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得到,在在面试中为什么没有得到这种工作,或者是跟朋友的相处,为什么没有跟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今天,这本书叫《What everybody is saying》,我们分享人会通过分享这本书,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了解肢体里面的秘密,然后就像读心书一样。 好,那谢谢凯莉还帮我调广告,然后今天只是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关于body language,然后首先感谢的, 大家就是能够冒雨前来,而且今天是那个就是,就是那个time adjustment,所以就还蛮辛苦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 然后,就说我先开始讲一下,就是,就是,讲一下这个,然后也感谢大家刚才耐心,因为今天这个projector第一次用,所以就是想要试一下这个情况,什么之类的。 然后,因为它这个亮度不够,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灯都关掉,所以就有点黑,所以大家那个,稍微,稍微那个,就是 compromise 一下。 然后,就是,当我们讲到,就是,肢体语言的时候,首先一个概念出来就是这个,verbal, what is nonverbal language? 之前我们讲到语言的时候,就想到说,全部都是口头语言,或者词汇性的语言,那很多就是,行为心理学专家现在把这个nonverbal化成一种language, 那什么是nonverbal language?就是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emoji,是吧? 就大家的面部表情,就显然是,是一个,就是说,非词汇性的语言。 然后,有这个,就是你的,你的,你的动作,你的,你的肢体语言,你的push and gesture,然后这些东西。 就虽然这个,我们听不到任何声音,但其实你就是,you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here, right? 嗯,那为什么我会,为什么我会感兴趣这个,这个,这个,这个topic? 就是跟我自己的工作经历有关系吧? 因为我是做这个用户体验的,然后做设计,我们很多时候做,做好的设计之后呢,都会拿去给,给用户做测试。 或是,甚至在那个做设计之前,我可能就会访问一些用户,然后,得到他们的一些信息。 嗯,那我们做测试的时候,很多时候非常有意思的。 比如说,你给他两个版本的设计,一个是这个,现有的,然后一个是将来我们要改的。 然后,你就问他说,哎,就是你喜欢哪一个啊,这个。 大部分时候,他们就说,啊,yeah,I like new a lot,blah blah blah,然后说一堆。 然后,你让他做这个,就是一个test的时候,你就发现他fail的一塌糊涂。 但他还是非常礼貌性的说,I like it,I really like it,it's nice to look nice,blah blah blah. 所以,有时候觉得说,呃,有些非常武断的设计师,他就会说,啊,他就是directly quote这个user,说,啊,你看user喜欢我们这个产品。 然后,怎么怎么样,我们这个设计很成功。 然后,那我觉得说,如果你忽略了这个,这个心理方面的东西,跟他就是,呃,身体方面的一些反馈的话,或者是其他方面,就是非语言性的反馈。 那很多时候,你就会得到错误的结论。 然后,可能就是你去debubble这个产品。 然后,最后sales去卖的时候,可能那个当初说好的customer就会食动然聚啊。 对,然后,这是一个原因。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八卦的人。 所以,就是说,不是很喜欢八卦的人。 但是,就是,有时候觉得说,你figure out这个人际关系还蛮重要的。 就说,那其实你知道一些这个,呃,non-verbal language,一些小tricks,可以帮助你,就是说理解。 呃,声音点小,是吗?后面可以听起吗? 就是说,可以帮助你,呃,去理解你自己和其他人,以及其他人和其他人这条关系。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技巧吧。 那,就是说,我,我,我,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起我这些困惑。 那,其实朋友推荐这本书,叫What Everybody Say. 就是,我觉得还,就是,其实是蛮,蛮有趣的一本书。 之前我并没有就是仔细研究这个,这个领域吧。 然后,他作者是这个人,叫Joe Navarro。 呃,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就是,他人生经历也蛮传奇的。 就,他八岁的时候呢,他就跟家人从古巴,然后移民到美国。 就是,呃,好像是,就是,就是, immediately after,这个,这个驻安登陆这个事件。 然后,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就是他们家就是,就是难民。 然后,他自己讲说,非常难道理,就是没有那么钱。 然后,他也不会讲英文。 所以,他学校里面就是非常非常被歧视。 然后,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积累,因为他也不懂怎么讲话。 他开始积累说,怎么样通过去看别人的身体语言来理解他, 对自己是不是友好,然后是不是很讨厌自己之类的。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发现说,那些比较喜欢他的同学和老师, 看到他的时候,眼睛是张得比较大。 然后,那些对他有敌意的同学和老师,通常看到他的时候,就是, 不然就是眯起眼睛,要不然就是转脸过去不看他,这样。 对,然后就是,就是这样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就是因为不懂一个陌生的语言, 然后做一个难民生活代表国。 然后一点一点积累起来这个,关于身体,身体语言,就是说, non-verbal language 这些,这些技巧吧。 然后,可能就是逐渐地,长大以后,依然就是在这方面很有,就是很有,很有经验,很有,很有技巧。 那后来呢,他就做了这个,FBI Agent,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解读人的方面非常非常厉害。 那他,而且他是在这个,反间谍部门工作,就是说,如果有间谍,需要什么间谍的时候,去找他。 然后他也是这个,FBI 里面就是关于身体行为分析的这个,一个program的创始人。 对,然后,嗯,他其实写了,还写了不过有一些书啊。 这本书是,算是比较,比较著名的一本书。 然后书开始的时候,他有讲过说,诶,说我,I know the study language, how can I, where do I apply it? 然后,嗯,直接的就是这个,最直接的当然就是说这个, criminal investigation. 因为他本身就是,就是一个FBI探员。 那他书开始的时候,就给了几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小例子。 呃,第一个例子就是,呃,他曾经参与过一个,呃,案件审讯。 那是一个发生在那个,呃,Arizona,就是Indiana保留地的一个,一个强奸案。 然后是在一个农田里面。 然后他们当时就是有一个,呃,有一个就是怀疑人吧。 就审讯这个,这个,这个协议人,这个犯罪协议人。 然后这个人就是说,他说出来的东西就非常make sense,没有任何可以怀疑。 那只是有一点,他讲说,哦,我当时虽然我出租在附近,但是,我沿这个农田,这个棉花田走过去, 然后我就左转,我就回家了。 所以我根本没有看到受害者。 然后他说,我左转的时候,他指的是右脸。 然后这个细节刚刚好被这个之后发现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疑点嘛。 所以他继续不断地审讯这个人,最后发现,哇,果然他就是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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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犯罪。 然后,挺神奇的吧。 然后,呃,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更有意思的了。 就是他们有一次是在审讯一个间谍。 那他就没有透露具体细节。 但是说这个间谍的罪呢,其实他们在同时一项活动是危害美国的安全。 然后这个间谍虽然被捕了,但是他还有另外两个就是协助他的人,其实还没有被发现。 那他们就非常非常想就是审讯出为另外两个这个逃脱法网的人是谁。 呃,这个间谍呢,其实非常的corporate,非常合作,但是就是不肯透露这两个人的名字。 对,然后大家也知道就是一般间谍他就是会,呃,受过一些特殊训练啊,就是反反这个anti-investigation之类的各种技巧。 所以他们就是很难就是直接这样训问,非常难得到这个信息。 那后来这些专家他们就想一种办法说,哎,我们间接着去问他。 所以他们就收集了三十二个人的名字。 然后这三十二个人呢,都是就是曾经跟这个人合作过,或者是同事啊,或者是有一些,一些personal的关系。 那他们把这三十二个人就是都这个,打印在小卡片上的这个名字。 然后大概是三,呃,三,三,八inch的卡片。 然后就把每一段卡片给他,呃,就是审讯他的时候。 就是让他分别说出你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 然后你们曾经在什么时候合作过,什么之类的。 就是很,很general的问题。 然后就有一些,在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些专家,呃,就是去看, 就去看他身体方面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反应。 然后,其实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他的答案。 他们只是想看他身体方面有没有一些就是异常反应。 然后就发现这个人在就是说遇到其中两张卡片的时候, 他的反应就是首先他眼睛突然睁大。 然后就发现他瞳孔,就是瞳孔收缩。 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黑眼睛还蛮难看出来。 对,我当时读到这段的时候我想说, 哎,你要就非常close up,可以看到这个瞳孔,瞳孔的反应。 但是他们就看到说他瞳孔收缩。 然后紧接着他又开始瞇眼睛。 就是说先睁眼睛,然后瞳孔闻入,然后瞇眼睛。 就只有两个人甚至是这样反应。 然后他们就去 further investigate 这两个人。 最后发现,哎,果然就是这两个人。 对,然后他说这个,这个间谍今天原来就是被收押嘛。 然后他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透露出这两个人的信息了。 对,然后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然后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沈范人呢,我觉得就沈范人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 那他离开FBI之后呢,还受雇于一个,就是英国轮,一个轮船公司。 那他就是负责就是帮助这个公司进行商业谈判。 然后有一场谈判是有轮船公司要跟另外一家就是跨空公司进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合同的谈判。 然后在那个谈判之前,他就跟他这个轮船公司的谈判的人说, 一会你们念合同的时候一定要一条一条一条。 就说每一条都discuss好了,然后再去讲下一条。 然后他就坐在里面,他就是观察对方这个negotiator的各种behavior。 然后他发现果然就是说,念到有一条就是涉及到一个就是要投资一百万, 或者怎么样就是去生产一个轮船零件的时候。 然后对方那个negotiator就是抿了一下蠢,抿了一下蠢。 这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信息啊。 然后他马上递了个纸条给自己的negotiator说, 诶,这条你要注意。 对,然后后来他们果然就发现对方其实是不满意这一条的, 然后他们就是能够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早点就去进一步的这个讨论这个, 然后就说帮救公司审了几千万啊之类的。 对,然后就是关于business negotiation,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倒是平时可以遇到跟老板开会啊, 跟同事开会啊之类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他还给这个poker player开 seminar, 就去帮助他们说怎么样去解读对方的这个手握的动作。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poker主要就是什么bluffing啊, disruption之类的。 就是让你去怎么detect到对方这种东西, 还有对方的情绪然后帮助你。 对,所以我们有喜欢那个玩Texas Hold'em的同学可以自己演一下这本书。 对,然后说到这个具体的这本书呢, 我觉得它蛮像一个教科书的, 因为它收集非常多的就是关于身体每一个部分的这个各种细节, 告诉你说哦,这个你该观察什么部分。 所以它讲了这个non-verbal, 就是说,like your feet and length, your torso,arms,hands and fingers and face,of course。 然后我想给大家猜一下,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即使你去看身体里面有时候也是有些deception, 有些decepting的东西。 你觉得就身体哪个部分就是我那道的这些,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清楚啊,就是从头到脚吧, 就是脸啊,然后你的躯干部分, 然后你手臂,然后胳膊腿, 你觉得就是哪个部分是在尝试。 对,就猜一下。 对,就猜一下。 脸。 脸是吗?我看到脸。 还有别的答案吗? 就直接说就好了。 腿。 腿,是吧? 对,反正就是猜各种都有啦。 这个腿和脚,就是她说的, 她的眼睛没有,腿和脚是最诚实的。 然后脸是最有欺骗性的。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练表情嘛,对吧? 比如说,有人拿一个什么东西给你, 然后说,that's disgusting,太恶心了, 然后你就做了很痛苦的表情。 然后你父母就说,你要礼貌一点, 不要自如表情给人家,就这样。 对,所以我们从小被训练说, 你要害得你这个内心的感情跟你的感觉, 所以其实脸还是蛮deceptive。 然后脚对她来说是最诚实的。 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这个脚。 对。 注意一下你的脚。 然后给个例子出来。 我不知道后面人在看清楚了。 就是,左边这个就是两个人在谈话嘛。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男生的脚, 他就在pointing去这个direction, 他要走了是吧? 他其实不想继续这个谈话, 所以他脚就转开, 他其实就是什么要走的意思。 对。 然后这个, 右边这个也是, 就是他其实跟另外一个人谈话。 那他就没有整个转身体过去跟他讲。 他的脚的方向还是他的领寒的方向。 我这样走, 然后我只是这样转头跟你讲一下, 意思就是我说完就赶快走了。 对。 所以那个, 我前来就是准备这个, 昨天的时候准备这个talk嘛, 然后我还去搜了一个YouTube的那个视频, 然后这个人家叫人pony, 我说也是这样。 他说你一定要那个去保女儿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这样转过来都不能这样半转, 就说对不对你没兴趣之类的。 对。 还挺有意思的。 下几个例子。 这个你坐的时候依然可以表现出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先看左边这个, 这个女生她坐的时候, 可能这个有点不清楚, 但她其实是把那个脚, 两只脚卡在那个椅子腿上。 这种是一个非常非常, 她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的表现。 就是说明她很紧张, 或者是有很多stress的时候她会这样。 然后这个, 还有下面这个, 它是两个腿就是锁在一起, 叫interlock。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 哎,我把身体收缩起来。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insign, 就是说, 哎,她就是, 嗯, insecure, 这种是这样, 或者是有什么, 她不喜欢的东西。 然后, 这个右下角这个也很有意思, 她就是, 你坐在一起这样, 但是你手扶着膝盖, 然后另外一只脚, 这个脚跟的地方, 这个位置。 对, 她脚跟的地方是抬起来的, 要说明她也是, 准备离开, 就是这样。 然后另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 就是叫gravity, gravity defying behavior, 就是说你对抗, 对抗重力的这个行为。 一般来说, 你做这种行为的时候, 你看这个, 这个女生她脚是, 她的脚跟是脚要定的, 她脚先抬起来, 对不对? 那她一般有这种行为的时候, 就说明她, 她很开心, 就这个人的情绪非常的好。 因为, 因为其实你, 你对抗重力做工的时候, 你是要就是, 呃, 花费更多的能量嘛, 那当你, 就当你情绪比较好的时候, 你才会有这种, 这种呃, 表现。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对抗重力, 如果很重要就是, 走路。 那我们人走路的时候, 其实如果, 呃, 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好啊, 这个是,呃, 动画, 就是动画师的一个入门节, 就是画, 画走,走路。 然后这有几个关键针, 那其实你看到上面有一条横线, 对不对? 那人走路的时候, 他头部的这个高度是有bounce, 就是, 比如说你两条腿合动的时候, 你是最高的, 然后你腿, 就是, 迈开的时候你人会稍微低一点, 所以他走路的时候, 如果你观, 观察头顶的话, 他应该是波浪型的, 就应该正选, 曲线这样走的, 就会, 对, 所以,呃, 这个bounce越大, 就说明这个人,呃, 情绪越好, 就说很开心啊, 就这样, 连走路, 对吧, 对, 好, 那我们下一个讲一下, 讲一下躯干, 对, 我就是, 每个部分挑几个, 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呃, 躯干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 因为我们, 这个, 绝大部分重要的器官全部都在躯干, 对吧, 所以我们大脑有一种前意是说, 我们要这个, 保护好我们的躯干部分, 嗯, 而且呢, 就是说, 它正好在我们身体的中间, 所以当你就是说, 你, 你任何这个躯干部分的movement, 其实是需要, 这个, 很多能量的, 所以当他有, 有这个, 呃, 有任何动作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好的sign去观察一个人, 然后, 比如说, 有一部图片, 然后, 先看左边的这两个人就说, 他们在躺高的时候, 他们就是, 同时就是, 倾向对方, 对, 这种就是说, 你, 你愿意去跟对方接触, 你愿意去, 离他更,更 close, 这种就是, 明显就是说, 可以说明这两个关系比较好, 或者这个对话进行的比较好, 在这个, at this moment, right, 那可能下一, 呃, 然后紧接着他们就谈了一些这个, sorry, 紧接着他们就谈了一些, 让这个女生不太高兴的, 对, 然后这个, 这个女生就开始就, 退回去了, 他就表明说, I want to keep away from you, 这个就是一个很高兴, 那右边这个, 这一组, 就是要看这个, 膝盖, 这个, 上面这个图呢, 他的这个也是在翘二郎腿, 但他翘腿的方向, 他是朝着这个女生的, 然后, 下面这个就是, 刚好就是一个block, 就是说, 他, 他就腿抬起来, 然后保护住自己的躯干部, 他其实就是说, 也是就是, 我不想跟你靠太近, 我想保护好自己这种, 可能就是对话有些intense, 或怎么样, 就是有这个, 然后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我想说, 哇, 以后每次oneoneone, 我就有事干了, 对, 就是看我老板究竟往哪边翘二郎腿, 对, 那官场怎么样, 对吗, 官场, 我觉得他还蛮喜欢我, 然后, 这个就是, 就是, 大家都常常会做这个动作, 就是, 保护自己嘛, 这个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有人说这个是, 这个style hug, 对吧, 就我hug一下自己这样, 就可能就比较, 就比较舒服, 或怎么样, 对, 那其实这个时候, 他也是很有可能就是说, 你感觉到威胁, 你感觉到不安全, 你感觉到stress, 然后你想就是, 让自己舒服一点, 就有时候做这个动作, 对, 然后, 看这个, 这个, 对于像我这种经常驼背的人来说, 真的是这个警钟敲响, 因为, 他叫了这个, turtle effect, 然后就是说, 你这个肩膀松起来, 然后向, 向耳朵靠近, 这样, 就是说, 当一个人非常, 非常dumb的时候, 就是, 就非常sad, 你觉得这个图片, 就是说, 就非常的, 表示这个人很weak, 然后很sad, 然后很depressed, 就是, 就是反应, 和那同事, 就是说, 他哪天不开心啊, 就是, 各种各样不开心的原因吧, 就是有时候就,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 非常, 对, 对西方来说, 非常非常常见的行为, 就是耸肩嘛, 嗯, 我, 我看到都是双肩一起耸, 这种就, 表示说, 这个,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能为例, 或者是, 我也不相信, whatever, 这样, 他还觉得例子, 是那个单肩耸的, 这个我自己没有注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到过, 对, 然后, 他说这个, 耸肩耸肩表示, insecurity, 或者是, lack of commitment, 对, 然后我觉得女生, 你回去观察一下吧, 对, 有没有男生耸肩耸肩的情况, 真可爱, 然后,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看到过, 我觉得我自己比我看,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我后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 很多声音语言, 都是跟文化有关系的, 这个耸肩耸肩动作, 本来就是非常Western那种, 一个动作吧, 我自己转, 对, 然后还有这个动作, 就是, 左边这个就是, 你身体整个stretch out, 对吧, 就是, 胆很开, 然后把腿支出去, 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 经常看到这个站很大地方, 男生都这样, 对, 然后, 右边这个也是他, 就是, 然后这样, 就是, 就是, 这种行为就是说, 首先表示一个人很自信, 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但有一点, 就是说, 有一点intrusive, 所以可能就是让别人不舒服, 比如说, 如果只有那一个椅子剩下了, 然后他这样做, 然后他这样做, 我有时候, 我记得在课堂上要这种情况, 就一男生在那样, 然后只有这个一个座位剩下了, 我就想说, 我是应该站着呢, 还是就坐那儿呢, 对, 就我觉得就是有点, 有点不礼貌嘛, 尤其是不要做这种动作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 这种, 这种, 左边这个可能更容易一点, 人家说你还没当主人呢, 就已经拿去主人范儿了, 就是面设打击, 对, 然后说一下手臂, 对, 还是这样吐, 就是, 手臂其实它很重要的功能是保护你的躯带, 就是, 呃, 曾经, 曾经有人就是, 看我, 比如说, 被枪打, 就是子弹打过来的时候, 你会用手去打, 对吧, 虽然也没什么用, 就有点病软, 但是你还去, 去做, 因为它就下医生这种行为, 所以我要去保护自己, 所以手臂很大一个问题是, 是保护的, 然后, 这个我没有图片, 然后, 这个, 去年, 去年试诞节的时候, 我去那个, Key West, 然后就抱了一个, 这个Snowcling Tour, 然后, 这个是跟着一个船, 然后到那个, 大概, 一个, 一个, 这个岛7米的地方, 所以就是, in the open ocean, 就是这样, 呃, 去Snowcling, 然后, 船它会停在一个比较深的地方, 然后你要自己游过去, 游到那个山沟礁里面去开, 所以其实就是, 就在海中间, 所以它就是让你下去之前, 它会说一些这个安全的课事, 它就说, 哎, 当你在水底下的时候,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救生员, 在船上, 或者船边的位置, 他会说, 也就是说, 怎么像, 像这些救生员, 表示I'm okay, 表示I'm okay, 就是这样, 握拳, 然后把它放在自己头上, 因为你在那个水里的时候, 起码就有头部露出来, 对不对, 然后你要握拳, 然后把它放在自己头上, 说I'm okay, 然后, 但是在想, 哎, 你为什么先教大家I'm okay, 因为我觉得, if I'm okay, then I'm okay, 就是, if I'm not okay, then it's really urgent, 然后, 他就说, 他紧接着说这个, 这个救生员就说, 当你不ok的时候, 对, 其实你都不用学, 因为非常narly的人, 就会这样, 就会求救, 对吧, 就会在水里, 配合手臂, 所以就蛮清楚的, 所以他说, 他只是教大家这个, 就是说, 如果你ok的时候, 你不要做这个动作, 对, 他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 有一个人在下面撑到困难, 然后就说, 这好多鱼啊, 然后招手让他老婆过来, 这样, 然后救生员以为他不行了, 然后冲过一把拉回船上, 对, 所以他说你, 就是说, 你好好的说, 你不要做这种动作, 你做这种动作, 我就会默认你说你有问题, 然后我们就把你拉回来, 对, 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正常看到说, 你把手臂一散出来, 然后你这样招手, 比如说你, 你大老远跳一个朋友, 然后你希望他看到你, 你也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 你把手臂张开的时候, 你就希望别人注意到, 对吧, 就, from natural 行, 那反过来呢, 就是说, 那你不希望别人注意到你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你手臂就没有任何动作, 就会解体了身体, 就非常不张力了, 就是, 他们有观察说, 有那些, 比如说小孩子在家里受到家暴, 然后那些小孩子, 他们就会肢体上僵硬, 就手臂一直僵在这儿, 就不动, 就走路有点这样, 就是不动, 对, 这个例子,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也是这个作者致传的, 他说那些shoplookers, 就是, 就是商店的贼嘛, 他通常来说, 他们的body language, 就会, 他们就这个手臂的动作, 就会比正常的customer少很多, 对, 因为他们就, 只有关键时候才出手啊, 就平时就不想别人注意到自己, 就是, 对, 所以就是, 就是, 当一个人手臂很僵硬的时候, 他通常有一些信息要隐瞒, 或者是他感觉到相当不安全, 所以他就会很僵, 他就会一直就手臂伸在上面, 这样, 对, 就当我们不需要一人注意的时候, 就会这样, 然后还有这种这样, 就是, 领导动作啊, 对, 就是, 把手背后就代表说, 诶,我不想, don't touch me, I don't want, I don't want to interact with you, 就会这样, 所以一般, 这个, 皇室成员啊, 什么, 他们就会, 就这样说, 诶,我站在这里, 然后你们, 你们这个, 广大人民群中都不要弹出, 然后我是, 就是, 领导我时候会做这个动作, 这个是很, Altatorian的一个动作, 就是, 很有, 很有权威性, 然后, 呃, 右边那个呢, 也是这样, 就是, 通常表示说,诶, 我还有权威, 然后我是这儿老大, 你们会有, 你们有什么issue, 然后, 我过来这个, 指导现场, 之类的, 对,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 就是部门主管会这样, 或者, 就是, 一个, 这个community的老大会这样, 一个Rayman可能会这样, 哈哈哈, 还有女生版, 我的, 对, 其实女生, 女生会比较少做这个动作, 其实做这个动作的男生会比较多, 然后, 她还有非常stattled, 一个differentiation, 她说这个, 就是说, 这个左边这个是, 你的拇指朝后, 四指朝前, 对吧, 然后她说这个, 这个更有, 就是说更想, 就是想见到这个, 这个authority, 那这个, 这个拇指朝前, 四指朝后这个, 就好像就是, 没有那么有, 全微性或怎么样, 她其实更多是好奇, 这个我自己倒不觉得, 我突然觉得我掐腰的时候, 可能腰疼, 哈哈哈, 对,我不知道, 就是我觉得, 也蛮常看到, 就是, 比如说, 单手掐腰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这个, 是不是建立全微的表现, 比如说, 我们designer, 跟Devada不如去吵架的时候, 后面其他人要, 那个时候, 西方人有单手掐腰吗, 很少, 有啊, 我觉得还是有的吧, 有, 好像有, 嗯, 其实我觉得建枪, 就是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有切碎性的情况, 就是, 你去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这样, 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 把我把手放开, 对, 哎,我们什么时候, 现在可能带着讲话, 我可以把这个, 这个讲, 这段讲话再说, 对,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 手, 手指吧, 然后先给大家一个重要的tip, 先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tip, 就是, hiding your hands is very, very negative, 对, 我们讲到就是说, 你跟别人做这个, face to face conversation的时候, 比如说你中间隔一个桌子, 然后你把手放在下面, 就是, 就会给人, 就是, 协议是一个非常negative impression, 对, 然后比较好的方法是, 你把手放在桌上, 对, 我就, 脑子里picture的一个画面, 是我坐在这个桌子后面, 然后手放在下面, 我第一, 就是, 第一反应就是讲到那个, 就是监狱里面罪犯, 他戴手铐, 然后他就把手放在下面, 就是, 书里面给, 就是说, 当你face to face conversation的时候, 让你观众看到你的手, 对, 然后, 然后, 一个player, 这个家比较喜欢做这个动作吧,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 一个Western behavior, 因为, 比较大人没有看到中国领导人, 比如说, 习达达, 我不太清楚, 就是我, 我其实蛮少看到中国人这样, 但我以后知道了, 我就这样了, 对, 就是, 比如说, 做designer, 然后你去present你的design, 然后, 一群developer对你群起而公之的时候, 我就这样, 对吧, 我觉得就是需要这个动作, 然后, 同样是两手合拢, 这个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这个手指, 这样, 这样起来, 我觉得这个, 这个非常非常nash, 我自己就会这样, 比如说, 我stress的时候, 对, 我nervous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 比如说, 我刚刚坐在一边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 就很明显就是, 你把手指困在一起, 然后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 你的手就是, 你手会就是这样, 就搓起来, 也是很紧张啊, 就是, 很紧张的时候, 让你自己就是稍微放松一点, 就这样, 就是你, 你好像觉得自己这样做的, 会舒服一点, 或者是这样一样, 这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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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动作还是要摆好了, 如果位置不对, 可能就是, 意思还, 就是还差的蛮多的, 对, 然后,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图片, 就是, 我管这个叫, 你把这个, 手放口袋里的时候, 然后, 你是露拇指在外面, 你还是把拇指藏在里面, 这个拇指是手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通常你这个, 有拇指出现的时候, 都表示你, 因为我们说好, 就会这样, 对不对, 然后, 所以到有拇指出现的时候, 通常是比较positive, 就是你的feeling, 你的emotion都是比较positive, 对, 所以这个露在外面的, 就表示说, 哎, 我现在很confident,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就是, 老板们常常, 领导们常常做的动作, 对, 就是说, 哎, 我现在很confident, 然后你把手指收起来, 你这样,这样的时候, 对, 通常说, I'm not very good, I don't feel very good, 所以那个, 说到这儿, 说梗, 因为我发现之前就是, 比如说, 这个女生的speaker, 来到这儿讲的时候, 都穿得很, 很ecent, 就很好看, 然后, 我接下来说, 哎, 我要不要换套裙子来了, 我想说, 哎, 我还要做这个动作, 还差点不来, 是吧, 但是, 我好像见过很多, 尤其是女生, 中国女生在逛街的时候, 这个动作, 就是绑拇指, 对, 我很喜欢这个动作, 因为我觉得特别舒服, 就是感觉你有support, 感觉比较 secure, 对, 对, 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说, 我的手, 就是我累的时候, 我就想换, 换, 在帮里面, 然后, 对啊, 我就觉得, 哎, I got some support, 但是我就说, 好像还是可以看一下, 说你是, 把四根手指放在里面, 还是你把拇指放在里面, 你有注意过吗? 很多的拇指放在里面, 很多拇指放在里面, 就是我就这样, 所以我看到这个拇指, 我就说, 不行, 以后要换四根手指, 把拇指放在外面, 而且在国内见的很多, 这边好像没怎么见大家的手指, 我记得很多年前, 这是我以为, 找到里面, 一问起来我想到了, 就是, 那个时候是这个, 布什和布莱尔会面的时候, 对, 就被记者拍了一种, 很有意思的照片, 因为, 布什就是, 典型的美国牛仔, 对吧? 他就是穿牛仔裤, 然后就把手指放在里面, 我不记得是四根手指放, 还是一个手指放, 反正他是就这样, 插在口袋里面, 那布莱尔是英国绅士, 他们都是穿西装的, 也没什么地方, 就是这样, 然后, 当然也有, 有可能, 然后那个, 记者就拍了一个照片, 就发现那个, 他们俩站在一起, 然后布什就, 就把手发留在裤里面, 然后布莱尔呢, 就把手放在口袋里面, 然后他们就说说这个, 就英国现在就是这样, 包罗美国了, 对吧? 你把这个手放在口袋里, 然后布莱尔也要去, 这样, 那还蛮小时候, 因为还是布什跟布莱尔当中的时候, 我可能还都没有来美国, 那个时候, 对, 但我当时会觉得说, 诶, 这个图片很搞笑, 所以应该也是, 应该也是有这样吧, 对, 反正就是, 我觉得大家就, 听一下, 我觉得就是, 有一些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就是, 不能完全认同, 我觉得有块钱的很好, 就, 之后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 看哪些是真的, 真的, 可以破坏的那些, 是你觉得, 很怀疑, 不相信, 然后你可以就之后去观察一下, 你看看就是, 所有说的对, 对, 然后中到脸了, 对, 这个脸还是, 脸还是很复杂的, 对, 这是我网上找的一张图片, 还有讲说, 你怎么样去看各种各样的脸, 但我不可能讲到, 就是, 首先, 你可以看前额, 看眉毛, 然后看眼睛, 眼睛非常重要, 对吧, 然后你要看两颊, 就是你看这个, 有些人他就是, 很生气的时候, 或者是, 这个感情很, 很, 很intense的时候, 他这个肌肉, 他牙会咬紧, 然后这个, 肌肉也会比较intense, 对, 然后这个, 嘴巴鼻子,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sign, 对, 我觉得就是说, 基于对方, 不欺骗的情况下, 那脸还是可以tel很多东西, 对, 然后讲解了这个positive, positive expression, 这个是微笑, 然后, 当然我们都能看出来说, 左边比较他笑得很开心, 那他说, 左边这个叫real smile, 就是, 首先他把令文很深, 所以对女生来说, 他是real smile, 带来挺大的, 对, 然后他说real smile的时候, 你的嘴角是这个, 拉向眼睛的, 所以是朝上的, 然后右边这个叫, 他说fake smile or polite smile, 就是说你的嘴角是拉向耳朵的, 你看他嘴巴就比较平平, 对, 就是说, 其实他是不是真的很开心呢, 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礼貌, 对, 很礼貌的笑, 然后还有一个照片, 就是这个女生, 这图片还蛮不清楚, 大家错过看, 第一张呢, 就是他, 他也是很开心, 他这个嘴角笑得很真实, 然后他眼睛就是很正常, 有笑意了, 然后第二张呢, 可能大家看清楚, 我描述一下吧, 他就是, 他眉毛有稍微抬起来一点, 就是, 这样, 然后, 就表示他更加开心一点, 第三张就是表现比较夸张, 然后他就是, 眼睛完全抬起来, 然后眼睛, 他们叫这个闪光分小, 叫Flashful, 就是说, 比如说, 看到一个很久没有看到的很好的朋友, 他们就通常会有这个表现, 而且我觉得好像, 西方女生会比较就是, 夸张一点嘛, 就是他们表情就很, 就很万用, 因为我还是, 要强度我自己做第三个表现, 才做得出来, 对, 有时候虽然心里很高兴, 但也不一定做得出来, 这样。 第三个表现是假笑的, 但有时候, 他们女生就跟你打招呼, 就感觉很假, 对, 是有点夸张, 我觉得, 对, 所以可能我们这么务实的民族都不走, 我见到你太激动了, 然后说几个negative,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赛, 就是, 对, 叫 eye blocking, 通常都是你们听到外听的, 然后, 很负面的感情, 就, I wish I never heard this, 就会有这, 就说, 呃, 比如说, 像这个, 躲在了一张, 其实就是比较, 比较 subtle一点的, 就比如说你, 你讲话的时候, 你跟对方讲话, 然后你, 你闭上眼睛又马上睁开, 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人, 可能是有一点 unpleasant, 对, 然后像这种就是, 就是说手啊, 然后这样的, 就, 就, 就反而就是说, 可以是 insecurity, 可以是 nervous, 或者是可以 stressed, 或者是 unpleasant, 都是有可能的, 那像第四个就是, 他整个人就是都皱在一起, 那个眼睛就紧紧闭上, 就好像就是, 就是, 比如说, 你, 你,你,你听到一些 tragedy 的什么, 你说,啊, 我这心老虫他没听过这个事情, 或者是你听到什么, 非常大的 dramatic 事情, 比如说, 有,有,有家人去世, 或者有朋友怎么样找, 就是, 他, 他会有这么 intense 的表情, 但是 eye blocking 是一个重要的 sign, 他也是用这个 eye blocking 去破关, 就是, 比如说有犯罪嫌疑, 他就是问了很长期, 描述一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场景的时候, 他就跟眼睛闭上说, 因为他, 就是, 不想, 不想面对这个世界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个实验也同样在那些, 呃,就是, 生下来就是, 就是 blind 的那些儿童身上做过,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事情, 然后你发现你就是给他们一些, 嗯, 负面的刺激的时候, 他们会做同样的反应, 就是他们会首先闭眼, 对, 就说这个闭眼, 其实是我们这个, 边缘大脑就是, 呃, 这, 一种自我把握的特使, 他就会说, 诶, 我不想看到这个东西, 我不想听到这个东西, 你就是现在自己不忘了, 这样子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 明嘴唇啊, 这个是, 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有, 非常有用的一个, 他就是非常, 非常肯定的在书里说, 这个是, 这个全, 全地球通用, 啊, cross culture, cross culture, 就是说大家都会这样, 当你就是, 第一张图它就正常了, 第二张是, 微微有点迷,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有点压力, 或者是有一些, 浮面的感情, 那第三张就是, 就是, 它嘴唇完全没有了, 就是完全敏住了, 这种就是, 嗯, 还有, 就是, 它有一些负面的感情, 通常就是stress, 对, 然后, 可能不开心的时候, 那第四张, 它不仅, 嘴唇完全消失, 而且它嘴角是向下的, 对, 这种就是说, something really bad happened, 对, 所以当你看到老板说, 第三张第四张的时候, 说话小心一点, 或者是看到, 不知道现在我怕什么, 家里的老板, 对, 就是, 可能要figure out, 首先要figure out why, 对, 我觉得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它首先帮助你detect到别人有点不对劲, 对, 但你看到嘴唇这样的时候, 就会觉得是, 会有点, 可能something is going on, right, 然后你才会 further去investigate, 就是what's going on, 对, 然后非常有意思就是, 刚刚我开车过来的时候, 我就在, 我开车的时候就mind drifting, 就可能还在想今天之后, 要讲的东西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 诶,我在明嘴唇, 然后我赶紧把镜子拉下来, 看了一下, 就oh, I'm like half compressed, 就可能就没有压力达到很大, 但是就是, 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明嘴唇, 也没有从来的, 就是说, 这个不是我一个很, 就是regular behavior,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来路上, 真的在明嘴唇, 就很有意思, 然后我就去搜一下, 就搜一下, 奥巴马, Beat first, 然后我就看, 就这么当了, 也是挺揪心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舌头, 比如说, 后面能不能看心, 就是他在舔自己的嘴唇, 对, 然后, 这个行为叫, Precify, 就是, 其实就是自我安慰的意思了, 就是说, 当你觉得焦虑, 你觉得不舒服, 你觉得有很多负面感情的时候, 你就会, 倾向去做这个动作, 就是你去舔嘴唇, 然后, 就说, 还有一个, 研究表明, 就是当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你的嘴唇比较容易干, 比如说, speaker在讲话的时候, 就, 就比较容易干, 我当时准备presentation的时候, 钥匙时间到了, 对, 所以就是, 就是, 舔嘴唇是一个行为, 说, 我觉得不舒服, 然后我要想, 想让自己舒服一点, 就这样的行为, 然后这个, 就后面还有一座也是, 就全部这些都是, 都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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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首先你, 你有一些不便的情感, 然后你不舒服, 然后你希望, 你希望靠, 就是靠自己, 对吧, 你让自己靠到, 然后让自己觉得舒服一点, 就做一些动作, 然后一个重要赛, 就是脖子, 啊, 谢谢, 一个, 就是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脖子, 就是, 多数人, 踏出自己脖子的时候, 都是觉得比较脆弱, 就是一种比较脆弱的表现, 那就是, 男生啊, 尤其穿衬衫的时候, 比如说你, 你把衬衫扣子打开, 或者是你把衬衫领子扯到一边, 让他右边那个吐车, 稍微扯开一点, 然后, 通风啊, 这种除了你特别热的时候, 外来说都是表示你有压力, 然后你希望通过这种, 这个行为, 来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 这个, 这个 feeling, 然后女生呢, 女生就是摸脖子, 女生没理, 都摸脖子, 可以摸项链, 我还蛮经常摸项链, 就是, 思考的时候要摸项链, 然后, 对, 然后下面两个还要就是, 摸额头啊, 然后或者是你, 就是, 咬指甲, 就是, 明显的这个, 几张, 就通过这种行为, 来缓解你的几张情绪,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几个好像还, 就是, 还超见, 就是, 我想一下就想到, 生活的那些片段上, 我现在就在梦想, 对, 然后, 那些片段就是, 就是, 大家就会有这样的 behavior, 然后我快速的就把这些, 反正就是, 我觉得如果你去看这本书的话, 如果你去看这本书的话, 那, 这么后一本它还是有更多的例子了, 对, 然后我是挑了一些我自己, 觉得梦想老师呢, 或者是就是, 我觉得有了可讲, 所以就快速的把这个, 把这个 list给, 给你, 讲了一下吧, 然后, 我觉得它就是, 我想 extend 一下, 就是说, 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说, 这个 body language, 在不同文化里面有什么, 就是那样的东西, 对, 我想就是有一个, 比如说, 大家可以在四个一组, 然后有一个五分钟, 可以,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回来再做这个 discussion, 有一种讨论一下 谢谢